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小河里游泳嬉闹 在山洞中冒险 每天过着无忧无虑与世隔绝的日子 乖乖等待住院的妈妈回家 这天妈妈终于回来了 兄弟俩开心的去迎接妈妈 毕竟好长时间没见了 想念是肯定避免不了的 可没想到等他们见到妈妈时 却有一些被吓到了 整容的妈妈满脸缠着白色的纱布 全脸也就只能看见妈妈的嘴巴和眼睛 看着是有点怪吓人的 吃晚饭时兄弟俩坐在餐桌上 可妈妈却只准备了 弟弟伊丽一个人的饮料和晚餐 哥哥卢卡斯什么都没有 伊丽一看赶紧为卢卡斯打抱不平 并表示卢卡斯也想要 为什么只准备了一份 可妈妈却冷淡的说 他自己可以和我要 而且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给他 伊丽一脸懵心想我哪知道 但看着妈妈冷漠的态度 伊丽也没有多问 而是在妈妈走后 把食物分给了哥哥 俩人一起分享着 晚饭过后 木子三人在客厅玩着猜词游戏 妈妈头上贴的词是妈妈两字 可等妈妈猜识 却怎么也猜不出来 卢卡斯忍不住提示道 这个人特别喜欢小动物 但妈妈就像没听见一样 伊丽见其又重复了一遍 这次显然妈妈听到了 但貌似这个提示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妈妈还是不知道词是什么 接着伊丽又给了提示 她有两个孩子 这提示已经很明显了 但妈妈还是想了很久 没有回答 就这样和妈妈 简短的饭后互动结束了 睡前兄弟趴在床上玩手机 妈妈走了过来 冷漠的抢走了他们的手机 说要和他们说点大事 兄弟俩有些懵 不明白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做 接着妈妈冷漠的说 我不管之前怎么样 从现在开始 我要重新立规矩 由于我刚做了手术 需要绝对的休息 因此你们不能大声喧哗 或发出嘈杂的声音 也不能带树枝或者小动物回家 有事找我的话也要敲门 更重要的是我不能见光 所以摆叶窗一定要一直关着 妈妈说完新规矩后就离开了 寂静的黑夜 兄弟俩躲在被子里 说着悄悄话 他们觉得妈妈这次回来 像是变了人一样 对他们也不像之前 那么体贴照顾了 现在的妈妈冷漠严厉的 让他们害怕 但兄弟俩也没有多想 觉得可能这和妈妈手术 有关系吧 可能会慢慢就会好的 半夜伊丽起床 想要上厕所 意外看见 妈妈在洗手间 拆下了纱布 正在对着镜子上药 不一会儿 妈妈听到了声响 并突然侧过了头 露出那只冲血的眼睛 吓得伊丽赶紧跑回了房间 到了第二天 外面下着小雨 兄弟俩在外面玩耍 下雨天都抵挡不了 他们想玩耍的心 是真的不怕生病啊 但该说不该说的 还挺开心 玩耍过后的兄弟俩 回到了家里 突然有人暗想梅林 伊丽赶紧上楼去叫妈妈 可上楼进屋后 却发现妈妈在睡觉 伊丽叫了几声 妈妈都没有回应 于是就离开了房间 可没想到伊丽前脚刚走 后脚妈妈就睁大眼睛醒了过来 而且还偷偷的吃饼干 原来妈妈是装睡啊 为什么要上演这一出戏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伊丽来到了地下室 披萨送餐员 正在往他们的冰柜里装披萨 原来妈妈点了巨多披萨 看样子吃一年都没有问题 这是要不给兄弟俩做饭的节奏啊 等披萨员走后 兄弟俩又跑出门 在外面的蹦床上玩了一会儿后 跟在收割机后面走 后面尘土飞扬 也不知道兄弟俩在玩什么 不怕风沙迷眼吗 走着走着 兄弟俩来到了一处荒草地里 这里到处都是墓碑 看得出来可能是墓地 他们很快发现了一个洞里有声响 于是好奇地走下去查看 里面黑漆漆的 地上全是骷髅白骨 根本没有下角之地 以至于他们几乎是踩着白骨过去的 走到山洞深处一看 原来是一只受伤的小猫在呻吟 考虑过后 兄弟俩把小猫带回了家 明知妈妈近着他们带小动物回来 他们还是带了 这不往枪口上撞吗 妈妈察觉出了兄弟俩不对劲 于是前来敲他们的房门 听见敲门声后 兄弟俩赶紧将猫藏在了床底 然后给妈妈开了门 妈妈刚进来就在屋里四处搜查 没想到猫没发现 却在伊丽床上发现了一个打火机 妈妈看见后一下火就上来了 小小年纪玩什么不好 干嘛要玩打火机呢 接着妈妈又四处翻掌 就在妈妈打算翻看床底时 伊丽用一个动作打断了妈妈 可能是动作不太礼貌 妈妈就直接将伊丽按在了床上 叫训了一顿 接着兄弟俩为了报复妈妈 于是拿着一只蟑螂 偷偷走进了妈妈房间 然后将蟑螂放在了妈妈身上 并亲眼看着蟑螂爬进了妈妈嘴里 第二天兄弟俩坐在沙发上看相册 翻看到一半时他们发现 父母的婚纱照不见了 再往后看还发现了一张 妈妈和另一个女人的合照 两个人穿着同样的衣服 头型和五官都差不多 而且重点是他们都戴着墨镜 所以大体看起来长得一模一样 这让兄弟俩起了疑心 难不成这不是我们的妈妈吗 为了验证这一疑惑 兄弟俩立刻拿起电脑 准备上网搜索关于妈妈的信息 该说不说 这么小年纪就玩电脑了 真的是厉害 搜索过程中 他们还发现自己的房子 被挂在了网上销售 这下更让兄弟俩对妈妈有所怀疑了 为了一探究竟 伊丽四处在家寻找有价值的线索 可没想到线索没找到 那只受伤小猫的尸体 却被他找到了 兄弟俩是既生气又伤心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妈妈又这么残忍 为了向妈妈示威 他们将猫放进了盛满酒精的玻璃缸里 并把玻璃缸放在了客厅最显眼的地方 做完这些后 兄弟俩偷偷躲在了窗帘后面 想看看妈妈的反应 妈妈看见后 直接将放在罐子里的蟑螂 全部倒进了玻璃缸里 伊丽一看见这一情形也是急了 直接冲着窗帘和妈妈争执了起来 她推向着妈妈 妈妈也不甘示弱 直接掐住了伊丽的后脖梗 伊丽嘴里一直念叨着 她要他们的妈妈回来 妈妈不解的问道 你是疯了吗 妈妈不是就在眼前吗 还去哪找妈妈 赶紧回屋洗洗睡吧 别再胡言乱语了 可伊丽还是依旧念叨着那句话 妈妈忍无可忍 直接上去就给了伊丽一巴掌 想让伊丽清醒清醒 可伊丽依旧不死心 非要看妈妈身上的胎记 妈妈见伊丽一再的惹怒自己 于是直接掐着伊丽的脖子 将伊丽拽回了房间 逼着伊丽重复十遍 我是你妈妈 并勒令伊丽 不能再和卢卡斯说话 教训完伊丽后就离开了 并且门也给反锁了 让伊丽好好的闭门思过 卢卡斯趁妈妈出来的时候 偷偷留了进去 耐心的安慰着伊丽 经历这些时候 兄弟俩也是提高了 对妈妈的警惕性 时刻提防着妈妈 过了几天 妈妈吹纱布了 她主动来到伊丽的房间 想让母子间的关系缓和一下 可此时的兄弟俩的防备心 还没有退学 他们表面看像是接受了妈妈 但过后却又趁机跑出了家门 兄弟俩来到了教堂找牧师 他们拜托牧师送他们去警局 可牧师却冒着大雨 开车将他们送回了家 显然哥俩是拒绝回家的 牧师看出了不对劲 于是和妈妈谈了谈 妈妈表示最近很不顺 离了婚还出了事故 可以说是水腻了 第二天睡梦中的妈妈被阳光照形 可刚睁眼就看见兄弟俩 带着绿色的鬼面具 站在他面前 这让妈妈有些梦圈 不知道兄弟俩又在搞什么鬼 更让妈妈不可思议的是 兄弟俩竟然还将她的双手双脚绑了起来 伊丽一遍一遍的质问 他们的妈妈在哪 可妈妈却坚定的说她就是 接着伊丽拿出了那张合照 询问那个人是谁 妈妈无奈的表示 那只是一个朋友而已 因为我们关系好 所以喜欢穿一样的衣服 兄弟俩看完没问出什么 于是又翻开了妈妈早期的视频看 看着看着就发现了不同 他们发现视频里的妈妈 眼珠是棕色的 现在却是蓝色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 兄弟俩巴着妈妈的眼睛仔细查看 妈妈解释道 那是戴的棕色美瞳 将信将疑的伊丽 还真的在卫生间里 找到了那副美瞳 此时的伊丽有些动摇了 可卢卡斯却煽动伊丽 不要相信妈妈 兄弟俩还为此打了一架 打到最后 除了脸上挂材以外 并没有争辩出结果 伊丽来到妈妈房间 妈妈耐心的开导着伊丽 不断的和伊丽说着好话 希望伊丽能给她松绑 说到最后 伊丽真的有些相信 她就是妈妈了 正当伊丽拿着剪刀 想要给妈妈松绑时 卢卡斯走进来阻止了她 并告诉伊丽 妈妈脸上的痣是画上去的 妈妈听后也连忙解释道 这是因为医生说 留着有危险 所以才点去的 之所以又画了一个 是因为她觉察出 兄弟俩的异样 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这才画了一个 伊丽听后 感觉自己被骗了 于是一巴掌就打在了妈妈脸上 妈妈想继续解释 可还没能开口 伊丽又来了一巴掌 大的妈妈一脸懵逼 此时的伊丽已经完全不相信妈妈了 接下来就开始了 兄弟俩对妈妈的无尽虐待 用放大镜反射的阳光 照在妈妈脸上的伤口 用绷带绑住了妈妈的脖子 目的就是为了让妈妈说出 真妈妈在哪里 妈妈也很无奈呀 眼泪不断横流 有种怎么说也说不清的感觉 不一会儿 家里来人了 没办法 兄弟俩就只好先用胶带 封住了妈妈的嘴巴 避免妈妈发出声音 然后又从容淡定的下落杰克 来的是红十字会的人 他们想要让他们捐款 兄弟俩没想太多 直接拿出了一些钱 打发走了他们 此时楼上的妈妈听到动静后 想要试图求救 她拼命地挣脱了胶部 大声呼喊救命 可红十字会的人早已走远 接着兄弟俩回到房间 看着妈妈挣脱掉了胶带 于是直接用胶水封上了妈妈的嘴巴 这兄弟俩是真狠呀 真狠话不多 说的就是他们了吧 到了晚上 兄弟俩为了方便审问妈妈 直接用剪刀活生生地剪开了妈妈 那被胶水狠狠黏住的嘴巴 都这样了 兄弟俩还是冷漠的 让妈妈用办法证明自己 这也太残忍了吧 接着伊丽质问妈妈 卢卡斯最喜欢的歌是什么 妈妈思考了一会儿 但却回答错了 这让兄弟俩更坚信 眼前这个不是真妈妈 过了一会儿 妈妈没憋住 在床上小便了 没办法 兄弟俩只好给妈妈解绑 让他自行收拾干净 可妈妈却想趁机逃跑 但没想到 最后还是没有逃过兄弟俩的圈套 逃跑时 直接被铁丝绊倒 一头摔在了地下 晕了过去 兄弟俩将昏迷的妈妈 拖到了屋里 妈妈醒来后就发现 自己被兄弟俩用胶水 粘在了地上 不能动 眼睛也被粘住了 妈妈努力的睁开了一点眼睛 看了看周围 摆满了蜡烛 兄弟俩又戴着绿色的鬼面具 站在他面前 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妈妈 立刻和伊丽说好话 妈妈表示 以后会和卢卡斯说话 还会像之前一样 为你们准备早餐和衣服 但你们必须相信 我就是你妈 最后还提了一句 卢卡斯的死 以及那场事故 都不是你的错 是时候该放下了 到这里 一切真相要呼之欲出了 原来在影片开头 就间接地告诉了我们 哥哥卢卡斯 死于一场溺水事故 由于伊丽 是亲眼看着卢卡斯出事的 所以把一切错 都归在了自己的身上 因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总幻想 卢卡斯一直在他身边和他玩 这点从影片的 多些地方都能看出来 比如兄弟俩 每次和外人对话时 都是伊丽和他们沟通 卢卡斯只是悄悄地和伊丽说 然后再让伊丽传达 总之 卢卡斯就是个不存在的人 只有伊丽能看见 而他们的妈妈 离婚家丧子 本就心情低落 这期间 事业又陷入了低谷 所以整容回来后 就自己一个人 关在屋里不愿出门 由于不能出去买菜 再加上没心情做饭 所以才点了大量披萨外卖 妈妈面对儿子 总是假装坚强 不想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状态 但私下去又偷偷地躲在被窝 吃饼干释放情绪 但可能是由于 妈妈情绪抑郁 性情发生大变 所以这才让伊丽怀疑 她不是真妈妈 其实妈妈解释无数遍 伊丽就是不相信 好了 让我们再次回到正片 妈妈的话 让伊丽有些动摇了 可这时挑事经 哥哥卢卡斯又出现了 他说妈妈是骗你的 你问问妈妈 我在干什么 伊丽一听后 问了妈妈 哥哥在干什么 你回答得出来的话 就证明你是真妈妈 妈妈也是很无语 我都看不见 你让我怎么回答 伊丽一听 觉得妈妈是假的 于是点燃了窗帘 妈妈被活活 烧成了火人 伊丽则逃到了 警察与绿卡斯 玩耍的那片玉米地里 在满天繁星下 见到了幻想中的 妈妈和哥哥 这时妈妈温柔和蔼 周围散发着 抹爱的光环 这才是伊丽 印象中的母亲 电影到此结束 如果一开始 妈妈就了解 伊丽的心理创伤 并对其进行 关心和心理疏导 而不是一味地 用暴力解决 也许事情 就不会发生到这一步 悲剧也就不会发生 所以父母在 平常的生活中 一定不要忽略 孩子的感受 有时候 他们的感受 可能极其重要 而且也不要 给孩子太大的压力 一定要先耐心地 听孩子的想法 尽量去劝导孩子 不要不分青红皂白 上来就用武力解决 这样只会让孩子的心灵 留下阴影 离善良越走越远 好了 我是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